大家早晨好 我是老胡 昨天晚上我们就住在瀑布的山脚下 这里还是很安静 瀑布留下的河流呢 常常流水的声音呢 就像吹进去 睡得挺好 但是呢 半夜十一点开始下起了雨 而一直下到将近五点六个小时 也许不断的 没停 因为三个多月没下雨了 不习惯这个下雨声音了 另外一个呢 我们Lucky昨天打了吊瓶以后呢 表现不错 吃点大夫给的一种食物 没吐 网上也没起来拉肚子 但是我们还要深一点 按预约去见一下大夫 因为还没付费了 大夫相信我 看明天早晨看看情况一起付费 人之间就要互相心累 一个人的幸运度是最重要的 昨天下了一个网上的雨 我想再去看看 这个瀑布有什么变化 昨天这里住的人不少 看看 我房车的左右呢 都停着一步车 树林子这里有六步车 然后我现在就沿着这条路呢 看看瀑布有什么变化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第三次了 昨天走两次 因为第二次去是因为拍的视频 有两集不能看 后来我分歧 上了基本问题 是因为电池旧了 所以后面两集 估计是没电了 然后到上面看看有没有变化 有变化的地方在楼下 我随手又带了一个喷雾器 万一这么早 怕碰到动物 这个是防身涌的 一拜万一 今天下的雨 穿的雨衣 不敢打伞 因为这个小时候 上学的时候 我们一个同学打的伞 风大 突然把它刮翻过来了 吓到我以后呢 有刮风 下雨情愿 淋湿了 也不打伞 硬了 那就老化 一年被摄咬 十年不怕警神了 又到了这个小厅子 这是我发现第三个瀑布 下了雨以后 是水流稍微大一点 昨天看的不那么明显 在这个树坡 你可以看到第二 我们去看到最大的局 我现在又来到了 第一个观景平台 现在六点多 睡在三角下的人 还没起来 现在没有人来 现在是湿在这 大家看看这个有什么变化庙 啊 湿水要大一点 有水蒸气看得很清楚 有一些水道 都湿湖了 因为下来的水 我看起来 喷得比较高一点 这边旁边呢 还有一点点 你看 这多处有湿湖的 好 我再 我再录一下 大家认真的看的人 可能会 发现一些不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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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晚上趴 路上的水明显的 比昨天大了 所以我今天穿的是雨鞋 这个位置 昨天我没录 这个路有点变窄 是因为下雨以后 树叶上都挂着雨水 所以压弯了 使得路变窄了 你看这个路 基本上挡着好像没路似的 看起来我跟这个 就是复步啊 有缘啊 再来了第三次了 这是第二个观景平台 看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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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华还是重复一下昨天那个动作吧 把他转在里面 就来到这边大城牌这个地方了 哎 这个看得清楚了 这个是陡的 很陡 今天给你们发过去 更滑了 看看 这没太阳 由于太阳都有彩虹了 谢谢大家的正式观看 再见 再见